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幻雄漫画的数据来看 漫威以往的电影 在日本市场表现一般 不如是日本 好像也可以理解 哎 表现不好 不是更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吗 是啊 所以这次漫威就和TMS一起制作了 联动版的海报和宣传片 还邀请了火箭幻雄和黑寡妇的 配音演员去神社作法 祈求复联4的票房能够大卖 作法 上次复联2首音不就去过了吗 要我说 他们还不如去拜灭吧 用心灵宝石控制大家都去看电影 到时候票房 还不是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哼 你可真是个小机名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上周票房 辅助了联盟4 终局之战 首周票房20亿 领跑全场 还创下了内地票房 最快突破20亿的记录 估计之后的几周票房吧 第一都是他了 接下来是反弹风暴4和调云诗 分比3517万和2121万 为了第二第三 多元贵物编剧的新作 祈祷罗姆石 也不尽如人意 单周仅582万 这次注意的是 因为复联4的上映 其他影片的票房环比 都大幅下降 印象最大的是 祈祷罗姆石和如影随星 跌幅高到81% 正从侧面说明的 复联4到底有多火 此外 国产公众电影 《撞死在一只羊》 也在帮上 对于艺术片 《撞打复联4》 影片见证王家卫就表示 看完复联 也可以去看一只羊 相互没有冲突 话是这么说 不过说没影响 是不太可能的 欢迎回来 我是李飞凡 今日 下一任前任 和前任系列片方 发生一些事 前任片方 谴责了下一任前任 将自己和他们 强行关联的行为 而下一任前任的片方 也几乎同时发表了声明 表明了 并不是自己捆绑营销 而散布不实消息 并严深地警告了 某些恶意传播的营销号 认为他们混淆了 公众的认知 侵犯了电影的知识产权 总结下来就是 自己没有捆绑营销 都是营销号搞的 看这两个声明 发布的时间如此接近 下一任前任的反应 还真够快 李菲菲 你觉得这是不是蹭热度呢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代表 大多数人的看法 我只想说 我个人 亚非不管是下一任 与前任之间有没有关系 除了这些新闻 我只觉得前任圈好乱啊 还是安心去看我的 复林寺吧 X战警黑凤凰 定当今年6月6日 影片与最强变种人 凤凰女为主角 讲述了她黑话后 X战警全员几节 展开最后一战的故事 自从迪士尼收购了福克斯 X战警就回到了漫威的手里 为了加入MCU 也是迟早的事 那就意味着 将来可以看见 乙剑虫三个话老统台了 说到这儿 我就想起了一段 国外网友 扼搞他们的视频 看他们互相嘴炮打趣 可以说是十分搞笑了 但在我李某人看来 应该再讲上一个 舞蹈担当新决 热歌劲舞 再讲上裙口相声 这搭配岂不是更好 舞蹈担当 那我觉得候选人 还是蛮多的 最后那段还得掐了吧 别播了 接下来是一条二次元的新闻 近日 龙珠超布罗利 宣布内定军党于5月24日 并曝光了首款预告 据上一部国内上映的龙珠Z 复活的弗利萨 已经过去三年了 不知道大家对这部 亲剧场版有没有很期待呢 这次影片 由漫画作者鸟山明 亲自编写剧本 讲述了弗利萨 摧毁北京打星前 父亲巴达克 为了保护孙悟空 将它流放到地球的故事 根据BLM的数据显示 本片是龙珠系列中 最卖作的电影 全球一累计1亿美元 此外 影片还在北京国际电影节 进行展映 导演长风打野也到场 与粉丝们热情互动 大家不仅交流了 影片制作流程 导演还在现场 靠死起了悟空 怎么样 像不像 这个靠死的是悟空吗 我怎么感觉 是在靠死不欧呢 最后来观众一下 黑衣人歪转的消息 黑衣人全球追击 发布全新预告 讲述在未来时代 一群黑衣人 用各种道具 阻止外星人破坏地球的故事 从预告片可以看出 影片不仅延续了 轻松搞笑的风格 武器作架 更是全面升起 真没想到 碰成巴结的雷神 又摔回来了 这可不 必须摔 不光摔回来了 连锤子都回来了 只不过 有点小 大家好 欢迎来到 时间三人行 我是没时间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 依然是出手阔绰 李飞凡 和不值一提 柳三丰 欢迎二位 你现在不是应该 在西伯利亚出差吗 不着急 拖拉机今晚才出发 我还有时间录节 做拖拉机 那你可得多穿这件衣服 在上期节目中 两位预测了 富莲斯前三天的票房 柳三丰15亿 李飞凡20亿 而网上的数据显示 富莲斯上映三天 票房17.35亿 所以是柳三丰 一次的更接近 李飞凡则需要替梅老板 去西伯利亚出差 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 这期的观众来信吧 接 富莲斯的票房也太猛了吧 零点长就一亿 首映当天票房占比 接近99% 除了横扫 我想不出其他的形容词了 最后票房 怕不是要挤进 国内历史前三了吧 哎呀 心疼一波同档期的 其他影片 选择和富莲斯一起 勇气可嘉 富莲斯的热度 确实空前 毕竟漫威 被铺建宣传了这么久 后期勃发也在情理之中 其实啊 在国内票房榜里 横向对比一下富莲系列 不难看出 它的票房是一步比一步高 富莲1 5.6亿 富莲2 14.6亿 富莲3则是23.9亿 确实挺高的 话说现在国内票房 历史总统是什么战况 前三分别是 战狼2 56亿 流浪地球 46亿 以及红海行动 36亿 账目前富莲4这个势头 极其前三不是没有可能啊 哎 这个我还是持观望态度的 排名靠前的影片基本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 它们都不是从前期就开始的爆款 而是后期比较足 靠口碑尼写上来的 富莲4作为一部片粉丝这样的电影 能不能吸引更广分的观众 还有待观察 当然了 作为漫威粉 我是希望他能创作历史就是了 前一阵子 富莲4的演员不是翻唱了一首歌吗 两分钟唱完MCU历史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确实不错 真没想到 这帮演员除了演戏 唱跳RAP也是一样的精通 但现在当一个演员 唱跳RAP不够 还得篮球打得好啊 下一条 小梅啊 别光看富莲4了 5月10号罗马就要上映了 就是那个拿了三座小惊人的罗马 哎 现在文艺片是不是真的没人看了呀 网上完全看不到相关讨论 难道就我一个人喜欢看文艺片吗 文艺片当然有人看了 只是因为这类电影 观看门槛比较高 观众圈子比较小罢了 现在没什么存在感 据我所知 这次罗马是在全国艺联月线上映 这个词啊 我听过好几遍了 现在好像艺联 已经是文艺片专用月线了 你说的 并不完全准确 艺联现在的定位是 除了好莱坞商业大片 其他的都会放 只要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就可以啊 我记得绿皮书 就是在艺联上映的吧 是的 除了这个 还有三块广告牌 小托家族 波西米亚狂了下去的 这些影片并不是典型的艺术片 但在艺联起步的这段时间里啊 放映这样的影片 可以挂到影响力 吸引观众 这样做还是有很大好处的 总之 经过三年的发展 现在艺联已经从最初的 一百多家影院 扩展到三千多家影院 三千七百块荧幕了 在这三千家影院中 会固定一个影厅 每天放映四场艺术电影 好 原来如此 所以到时候罗马 也会做艺联院线吧 虽然不太可能取得 主流商业电影这样的热度 但还是会有人去看的 希望如此吧 所以这位朋友不用担心 文艺品本来就不是那么大种 现在有了专门的院线 可以保证一定的收益 这算是一种 比较正常健康的行业生态 也希望将来 有更多更好的文艺品问世吧 小姐 这个仪式情报局 做的真是挺好看的 可不是吗 我已经一键三连了 哦 一键三连 是的 只要长按点赞一秒钟就可以了 哇 真的可以了 小姐 你最近腰不太好 明天送你一个 印着我老婆的抱枕 好的 下一条观众来信 美姐 以Netflix为首的流媒体电影 好像得到奥斯卡的认可了 斯皮尔伯格都急眼了 说要改变奥斯卡的报名规则 不让流媒体电影参与评奖 这是时代变了 队伍不好带了呀 这其中到底谁对谁错 流媒体电影也是电影 都是电影工作者创造出来的 质量也未必比那些院型电影差 为什么不能参加奥斯卡 网飞拍的是电影式电影 可以竞争爱美奖或者金球奖 可能对于斯皮尔伯格来说 在影幕上上映的电影 才是最正派的电影 所以对他而言 电视电影没有资格参加奥斯卡 这是个原则问题 不如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件事 电视电影的宣发渠道 和院型电影是完全不同的 网飞可以直接在自家的 流媒体平台上做推广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而院型发行所耗费的成本 比流媒体要高得多 思维他们最熟悉这个方式 这些传统渠道 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利益分配体系 如果以后都像网飞这样 不走院型了 相当于整个产业都要重新启牌 有些人和机构的话语权 也会受影响 所以啊 院型电影界针对电视电影的打压 其实是有理由的 你这么一说 倒是让我想起了 当年苹果推出iTunes 大家可以直接在手机电脑上听音乐 搞了几年后 就没人买唱片和CD了 看来如今 电影行业也面临着类似的处境 啊 你们说的好深呢 我觉得电影人有自己的坚持 而时代也在慢慢发展 大家可能是在坚持自己的想法罢了 好的 在节目的最后 也是一如既往的预测环节 经过8天 复联4总开发的9.2 现在已经签到了8.7 两位需要预测一下 到5月6号下周一为止 复联4的豆瓣评分会是多少呢 复联4本身品质不错 又有大量粉丝 我觉得现在8.7分已经可以了 不会再讲 哎 五一马上就要到了 肯定会迎来一波观影热潮 也会有一些路人观众评分 我觉得还会再讲8.6吧 哎 不过我在意的是 这次的惩罚措施是什么 说的人要请咱们几个一起去看罗马 包括我在内 啊 这场话也太重了吧 参加两次节目 自己还得倒贴钱 没事 你没钱请客 我可以借你啊 下次发了工资还就行 好吧 借钱请客可还行 这期结束了吧 我要走了 非凡哥保住 后会有期 想想你在俄罗斯吃不到中餐 我送你两桶泡面 让你可以尝到家乡的味道 路上别饿着 哈 只握着三封眼 来回终于不愁吃喝了 不用谢 其实我希望你能把我的那件羽绒服留下 毕竟是西伯利亚 万一遇上狼群什么的 衣服可禁不起 遇上狼群 比起羽绒服 你难道不应该更担心我的性命吗 好的 欢迎回来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周要欣赏哪些片呢 讲述到大桥自09年开工建设以来 中国桥梁建设者们自力更生 经过卓绝的奋斗历程 影片的视角放在了大多数普通劳动者身上 赞扬他们无私奋斗的奉献精神 如果对纪录片感兴趣 可以去看 还有一部爱情片 下一任前任 讲述了郭采杰实验的心仪 郭采杰实验的武川结婚之后的故事 虽然他的名字里有前任 但他和前任系列影片没有任何关系 好吧 如果前任这两个字很吸引你 可以去看 话说回来 五一党还是一看扶林四为主 上期提过的雪豹 天上再见 以及何以为家 也可以去看 如果你能等到下周 那还是有不少新片可以看的 比如说在奥斯卡获奖无数的罗马 可爱奇梦的大侦探皮卡丘等 总之 今年五一党没有往年那么竞争激烈 大家还是轴心选择吧 好了 本期的影视情报局就到这里 如果想要看出最新的影视资讯 近方的影片观点和有趣的吐槽 那就请持续关注影视情报局吧 喜欢的话 可以多多点赞 收藏 分享哦 我是你们的朋友 李飞凡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